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的話是做那個什麼 類似像之前的那個台電的開放 就是開放資料 畫出統計圖表 反正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要有函數公式 跟樞紐分析表 另外的話如果有地址 或者有坐標的話 可以把那個3D地圖加上去 那其他的話當然你做的越多 那分數越高 反正就是自己可以斟酌一下 自己去選一個可能類似這種用電 用水或者用瓦斯等等的相關的 這個類似的題目都沒關係 那另外的話也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做一個什麼 類型二 就是上個禮拜有做一個那個 查詢系統 那因為我本來是想要講那個證照考試 不過後來斟酌了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其中以前是講Excel 其末以後是Photoshop 其中以後到其末 就是影像處理的部分 那所以斟酌了一下 那我就教這個 因為我發現這個應該對大家 將來再處理一些文學性的資料 或者是文獻資料等等也好 會比較好用一些 因為這部分在Excel裡面是比較少人在提起 怎麼樣做一個查詢系統 那查詢系統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資料做查詢 然後把它做個統計圖表 那類似上個禮拜的那個成語查詢 那只是說今天因為 我可能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吧 比如說我想要做是論語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那個 這個 成語的部分是這個嘛 你可以打開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個成語的文件 裡面其實有那個程式碼 成語的部分 是這個嗎 這個是裡面所有的文件 然後我們只是把這個把它轉到Excel裡面 按照這個排序一下好了 論語 這邊程式碼在這裡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需要先把資料匯進來 反正就是要把它放在Excel就對了 至於怎麼放呢 有兩個方法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一個是用Word轉換 Word裡面有一個文字轉換文件表格 反正就是做成表格再貼到Excel 這個是方法一 那方法二的話是怎麼樣 直接用那個什麼 直接把它就是 用Excel開嘛 然後貼上去也可以 再用資料剖析去剖析 那這個部分上個禮拜的影片都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一些細節可能有點漏掉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 成語查詢系統的相關說明 然後怎麼去切割 也許在第一段影片吧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用Word去做切割 剛剛講的 再來就VBA 做成按鈕 按鈕的話其實有兩個 一個就是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 12生肖到底哪一個出現最多 然後或者是春夏秋冬 或者是 什麼還有什麼東西啊 陰陽五行嗎 還是 植物的話看梅蘭竹菊 或者是各種動植物 在這個成語裡面出現的次數 那主要就是說呢 利用什麼 利用資料 在Excel裡面如何做一些 比如說字詞的查詢 並且做一些資料的統計 數量的統計 也就是把這個資料量化 那最後的話當然呢 就把它繪製成一個圖表 繪製圖表類似像這樣 就是12生肖 有沒有統計出來 哪一個生肖最多 老虎的虎 那你可以看出來 虎跟馬最多 OK 為什麼虎繪製最多呢 OK 虎 好像虎也在這個 一般的使用好像算好的詞嗎 好像也不算太好 OK 這個也許你們再去把原因 自己再去找找看 如果有的話 你就在報告裡面稍微敘述一下 比如說你呈現出來 這個結果 到底背後象徵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是這些字詞 排在前面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量化的時候 其實總會有個原因吧 那當然 數量多 其實先決條件 當然就是它是相對比較重要的 不然你說重要 到底什麼叫重要 其實有的時候沒有數量 你說重要 那根本就沒有出現過 那怎麼會是重要的 這個也很難說服別人 所以現在的時代裡面當然 這個量化的計算 統計分析有沒有 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其實有數字有真相 如果沒有數字 你說 你要說服別人 我覺得是還蠻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開放資料 其實政府要被相信 其實就是不要隱瞞 因為隱瞞的話 當然大家會覺得 反正你說的一定是假的 誰會相信 對不對 你要拿出數據出來 所以反正就這樣 我都讓你知道了 那有什麼好說的 對不對 那跟人一樣 我們平常做人也是一樣 你不要騙人 你這個人老是騙人 誰會相信你 你現在是講真話 人家還是會認為是假話 對不對 OK 那一樣的道理 數量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那其中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有用到一個函數 叫conif 這個conif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你會發現 查詢的時候 有一個語法有沒有 等於前面信號 是不管前面出現什麼字 後面的這個信號 是不管出現什麼字有沒有 只要出現A2指的是這個 老虎的虎 那就幫我把它count一幅 count是什麼 算它的數量 一幅的話是如果出現的話 OK 所以其實光這樣子 其實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 那其實啦 文學研究的量化 其實你說不重要嗎 我覺得還蠻重要 因為我其實有的時候 還蠻想要知道 到底一個作品裡面 比如說像《紅樓夢》好了 哪一個人出現最多 當然不意外應該是 孫悟空 怎麼會孫悟空 孫悟空是西遊記吧 OK 紅樓夢喔 不是西遊記喔 可是你說是賈寶玉多 還是林黛玉多 賈寶玉嗎 我也不知道啦 OK我只是猜啦 那到底多多少 OK 賈寶玉是最多嗎 印象中 OK 好啦 反正這個數字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 那當然前提 你自己要去做 因為畢竟 可能也許沒有人 特別去做這個統計分析 因為我發現 大部分的論文研究 尤其是文科的 文學院的 很少在強調數字 OK 因為如果你強調數字 說真的啦 你即便把這個論文寫出來 人家還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文科還理科啊 對不對 OK 所以會對你有一些質疑 但是問題是 我就是想要知道這個背後 因為你數量多 表示你是在乎的 還有就是說 前80回跟40回的數量 是不是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分 因為之前有一個說法是說 前80回跟後40回 是不同作者寫的 因為可能那個曹雪芹 寫了80回之後就走了 然後後面還沒寫完啊 故事到那裡而已 就好像你看連續去 看到第80期 結果後面還有 還沒結束 男女主角還有事情要繼續 結果沒有了 你都會有什麼感覺 追劇 最重要還是要把它追完吧 對不對 所以後面就有人幫他寫完 OK 到底是誰啦 你們Google查一下 維基百科應該都有啦 OK 那到底是不是 查一下維基百科應該有說明 這個我們就不贅述了 OK 因為我也不是紅學專家 我只是剛好想到 因為這一部作品是很重要 但是它有一百萬字啦 一百萬字喔 這個像我們這個 像陳宇的話 其實也沒這麼多字數 另外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如果今天我們大概 來看一下另外一個練習好了 因為陳宇好像感覺 因為他畢竟都是四個字 可是如果像另外一個作品喔 我就想說不知道用哪一個 用紅龍夢太大了 所以我就用輪譽喔 輪譽不到兩萬字 應該還蠻合適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變換 反正大概的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說呢 你找的那個字數越多喔 那你要花的時間相對越多 可是能夠做出來的結果 當然也就越精彩 最好是你那個步頭越大 當然最好輸入的關鍵字 自動就跳出來 而且告訴你結果 在哪邊出現 OK 那你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了 這個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你現在出門喔 如果沒有Google地圖啦 有沒有 沒有導航喔 真的 根本沒有安全感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 尤其是出國旅行好了 我發現現在出國旅行喔 真的只要Google地圖喔 其實都OK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坐車好了 甚至手機上的火車時刻表都有了 而且很厲害喔 現在台灣的那個霧點 哪個時刻表會霧點 它上面也會顯示出來 然後你到哪邊做什麼車 尤其在台北市最合適啦 我不知道外線是合不合適喔 Google地圖其實就已經很好用 那其實我們做完查詢系統 就有點像是把那個 這個查詢就是導航的功能 有沒有 當然你剛開始不一定是說 只能夠依賴這個查詢 但至少你可以先有一個大概 你就比較有一個比啦 OK 那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查詢 論語查詢系統 那我先跟各位說一下喔 基本上這個資料來自於哪裡 這邊有一個 論語全文 因為我Google查論語全文 我發現這個有個網站 它這裡面就有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裡面前面就是它第一篇 學而篇嘛 然後後面的話其實就是 它有分第一段第二段 這個是它自己加上去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那後面的話還有刮符 刮符其實還蠻好用的 刮符裡面的訊息就是 哪一篇的第幾段 那我們將來可以分成三個欄位好了 比如說這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 應該哪一篇嘛 這可以把它掉在前面 的哪一個 哪一段 那的哪個資料 所以呢 哪一篇 第一個欄位 哪一段 然後的哪一個資料 好 那如果說把這些東西全部都轉成 那個 Excel的話 那這個當然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在底下我稍微敘述一下 其實我做的方式是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 怎麼切比較OK 所以呢 我是這個地方是把 這邊的全文 把它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 選的方法最簡單就是 選哪裡 其實選 選這個好了 從這邊選 那一般習慣是 先把它選一部分之後 那你不要傻傻的從頭選到尾 因為這樣選的話 哇 好久好久 而且有時候會過頭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 比較簡單的方法是這樣的 就是你先選 一指約好了 然後游標移動到最下面 最下面就是你要選的 鏡頭 在搖約的第20篇的地方 在尾巴 這個尾巴的地方 先按Shift鍵 再點它的尾巴 這樣就可以 從頭幫你選到尾了 有沒有 OK 這個技巧還蠻需要記起來的 因為 以後你不要傻傻的 一直選 那如果《紅樓夢》 總共100萬字尿 要選到什麼時候才選得到 OK 所以 再來Ctrl-C 然後把它在Word裡面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因為我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我要找一些特徵 後來我就是用取代的方法 把它中間先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那利用小老鼠符號把它做分欄 OK 然後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有點類似像之前的那個畫面 OK 那我們就可以做查詢了 那我們接下來 請各位 先看一下那個 就是 文語的這個部分 先大概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要 類似上個禮拜 的那個 成語查詢 然後把它做 做一個查詢系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